首先要为您报道 国民党在云林县的立委补选提名作业 出现了重大变化 本来今天就要展开民意调查 但是坚持参选的张辉元 也就是前立委张朔文的父亲 却临时遭到云林地方党部 以违反联能条款的理由 向党中央提报撤销他的参选资格 目前民调作业已经暂停了 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更公开表示 希望能够有形象清新的人选 来代表国民党参选 党秘书长吴敦毅也说 绝对不可能开放参选 而国民党这一回是要形象 还是要胜选 让高层很伤脑筋 中场会上国民党主席吴伯雄 呼吁党内团结 让这个周日的党主席选举 冲高马总统选票 党中央立体马总统 更在云林立委补选的提名作业上 贯彻马总统意志 面对前立委张树文的父亲张辉元 下地方派系之力执意参选 党中央态度也很坚决 我们希望能够 有比较形象新兴的 来代表国民 不会开放 这很明白 一定非常尊重 联能委员会做的建议 跟党章对联能的要求 这个是不会动摇的 由于云林县党部 已经向党中央联能委员会提报 张辉元上司初选资格 吴敦毅这番话 是否意味党中央将同意撤销 张辉元初选资格 目前仍在进行最后的协调 不过张辉元公开表示 近日来没有和党部高层 有过接触 而参选到底的决心 也不会改变 我一定都充选到底 我肚子有多有肚子的打算 由于蓝营高层已经传出 云林立委补选 提名将贯彻 马总统意志 不惜败选 也要赢得清廉形象 但是中常委 还是有人向党主席 吴波雄 强烈建议 要以慎选为考量 党中央如何拿捏 将在下周三 中常会上定案 借人选徐启峰台北报道 在下周三